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察,观察一下目前S1的小丑烟火 阵容方面没有前锋,没有佣兵,没有机械师 感觉搬的话应该是搬了一个佣兵吧 小丑搬机械的也不多 前锋,祭司,入炼,先知,这样地图打小丑 如果小丑比较富裕的话呢,不是特别的怕这个入炼啊 上来,过来看见是纯仔 这也要来博弈一手 哦,是宰宰,看错了,那直接上来打了个震慑,我的天哪 怪不得,这灵鹫还在旁边 刚说,对吧,他只要比较富裕就不是那么怕 上来抓到了一个震慑,天糊开 糊得一塌糊涂啊 要不卖了,不要了,卖了不要电击也不够,只能来救一波 强行救一波,然后拉开,让人入炼,再来玩一波吧 只能这样子了,尽头给到陈仔啊,看这边陈仔怎么打吧 吃一个转头呢,就算不吃双倒都亏 他这边只能是想办法拉一波球 哦,这里是,拉球,没撞到 祭司过来就有薄命,拉开,再打一刀,祭司要倒,前锋这边补撞 顶手,好的 第一波没有能撞晕,但第二波撞晕,看入炼师能不能拉开吧 理论上面来讲有闪现,只要知道入炼师的一个方向跟过去 都是可以带走这个入炼师的 他一边推进器已经上好了,闪现又捏在手上面 这里绕一圈,看见了,鸟顶上,鸟顶上,我这边大不了,对吧 点点道具,等你,好,那空位的话,我这边打一下,开二接 然后闪现一刀带走,二挂,入炼师这里 但他挂之前应该是会先把那个推进器上好 翻窗过来 打,呦,这直接入炼,直接入炼师对的 不给你上推进器的一个时间 如果说你选择挂上以后再上入炼的话 这边就可以上好推进器拉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能不能找个机会转个点 什么的,有没有祭司洞什么的,辅助一手 灵就再一放,小丑这边锯子断了 洞打掉 看见了,看见了,闪现还没交的 四秒钟以后下一个技能 可闪,可闪,对,因为这边技能好了 不给他上车的机会 全部都在掌控之中 前锋这边球也交的差不多了,没办法 那这个局打成,进来这个局面的话 应该是偏一个三 偏一个三,保三针四的局 球者这边要把局势盘活很难 因为前锋没有什么球了 祭司虽然说他的东西可以去 在心之下也相当于一个白板了 利用这个洞,我可以,对吧 不打你前锋啊,我找其他人呢 硬要来骗一手,骗不到,骗不到 都有动,对吧,每个人都有动 我去,全是动 再来找前锋,前锋再穿 来回左右横跳 再骗 左右博弈,左右博弈 这时候抓先知就很香了呀 要不算了吧,找先知 好,这边耳鸣,知道了,先知二楼 哇,这几个点没一个能抓的 算了,算了,还要抓前锋吧 把这个洞给打了,抓前锋 这边前锋说,这边过来好像 前锋好像没有,板子板子板子 哇,这个头掉的 这也能掉头,他怎么掉头的 再来找先知,先知下来了 好的,那这一波如果能找到先知 他还不亏的,这边过来看一下 哎,没有人,耳鸣消了 这边有耳鸣,知道了,应该在这边 电机附近,捡下推进器 找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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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到 这先知蹲得有点好啊 这一波锯,拉了好久了 板子在给你下了 这边反正没有动 看基本功 看开车功力 我天哪,这个车开得好久啊 开得真好 刚才这种小巷里面的掉头 真的是不敢想象 老年人不敢想象 再拉一波推进器 过来找祭司 祭司有洞,跟 闪现还没好 现在这小巷还是比较富裕的 三个推进器 然后四组那个道具 够用 但是他现在手上面缺一个人 这 这谁也没想到 这个洞是个短洞 闪现好了 这边抓掉祭司 前锋电机88% 先知最后一台电机 要去补一台 就是刚才祭司所修的遗产机 然后前锋再来救人 或者说还是让先知来救人 前锋去补呢 最后一台了 最后一台了 小丑这边的话 应该会把人挂上以后 再拉一个推进器 出去找人 或者直接出去找嘛 直接出去找没必要 这个人可以先挂的 不挂 白不挂 51%的电机 最终还是要通过闪现 配这个巨 然后配着闪现 把这先知秒了 秒在遗产机 这把小丑就能赢了 如果说先知能拉开的话 他这边是选择蓝嘛 逼先知走 然后回升过来蓝 也行 因为现在那边有车 先知一过去 一过去先知开车了 拉球 没拉掉 好 那这边找到前锋也行 找到前锋也行 刚才那波 如果说前面没有那辆车停着 我觉得他应该是过去 因为他手上没有闪现 他可以过去把这个先知 给击倒的 打一刀 然后闪现配一刀嘛 因为打一句 然后闪现一刀 这个先知基本上就留在原地了 有闪现 有闪现 拉过来 不给你这个救人的身位 打一刀闪现 震慑 帅 真帅 这个小丑真帅 那波车拉的我真是太帅了 感谢到上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